中國是因為是一個封閉極權的國家 所以傳言太多 比方說三中全會前三年 習近平完全沒有現身 跟過去是截然不同的一個狀況 很多人都在說 真的謠言跟真的一樣 說習近平可能中風了 結果最後一天他現身了 狀況怎麼樣 7月15到7月18 是中國的三中全會 因為全部的消息 封得密不透風 而且據傳上面所有的無線電 通通都加密 這個時候中國人最厲害的 他們說洗包子先跟各位說 正被高呼的時候 突然間腳一蹬往下一趴 就中風了 然後送到醫院去 醫生說大概要醫療 大概半年左右 這是第一個傳言 第二個傳言更有趣 第二個傳言是 三中全會總共370個人 所有都是高官 社會的一個選達去開會 蔡奇在前面大喊大喊的時候 大家眼睛突然往前看 都看向習近平那邊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習近平的嘴巴 歪掉了 到底是不是有呢 後來央視就出來 辟謠了 整個後面三中全會開完之後呢 第一個 習近平最近變得比較瘦 而且說話當中呢 過去習近平比手畫腳比較少 這次呢 居然會用手比畫 感覺非常的一個活潑 所以第一個 他就辟謠了 中風的一個傳聞 但現在這次的三中全會呢 再跟各位說 中國的官方高層 基本上已經接受經濟不好這個事實了 所以三中全會當中 他們就說 經濟還是回升的啦 但是其實數字呢 還是跌勢依舊喔 今年第二季的GDP 同期增長4.7%喔 他們就說這個是非常強勁的 但其實先跟各位說 中國第二季的經濟 其實非常的慘淡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幾個地方喔 中國他們各個縣市 過去在追求GDP的時候 會根據他們整個省份的特性 來去做他們省份的一個 所謂的未來的設定 那當中呢 廣西 貴州 雲南 這幾個地方 他們就說 比出口 我們跟整個所謂的西部的比 當然比不贏啊 比鋼鐵人家 整個東北那麼強 我們比的是什麼呢 我們比的叫旅遊 那時候比旅遊的時候呢 整個廣西啊 哇 各地就奇奇怪怪的 什麼東西都在做 但是最近廣西的柳州呢 大家突然間發現鬼城特別多 那為什麼呢 原來這些長官們很厲害啊 這些長官們呢 搞了一個科目 他們就很多地方就蓋房子 可是蓋了房子之後 第一個游客沒有來嘛 當地的人也沒變有錢啊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呢 都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完之後呢 據傳 現在沾丹柳州 累積了數億美元的隱形債務 但最大的麻煩是 好多地方都出現 這種所謂的爛尾樓 那這種爛尾樓很麻煩 為什麼爛尾樓很麻煩呢 爛尾樓你已經蓋到一半了 所以呢 第一個原來的人已經跑了 那後面的人要來善尾 怎麼樣他也不願意 所以現在呢 缺錢缺到爆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爛尾的情況就會繼續的爛下去 這個是在所謂的民間爛尾樓的部分 但是我們來看喔 另外一個更誇張 正常來說交通建設要一步一腳印 我應該是要逐步逐步來做整個撥款 我們來看柳州喔 柳州這個也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傳奇 他們要做整個所謂的輕軌高架 那這個輕軌高架呢先跟各位說喔 高架已經做好了 可是呢 軌道沒有錢 所以怎麼辦呢 各位就可以發現喔 那個好像T48一樣 很明顯很明顯對不對 基礎建設已經做好了 可是 遊客沒有來啊 也不需要那麼多的整個運能啊 所以就擺在那邊 現在呢 沒有錢做最後的收尾 所以呢 只看到那個所謂的土方的建設 沒有看到軌道的一個建設 廣西還有那種非常大的水上樂園喔 那個水上樂園剛好跟各位說嘛 我們就是要廣開所謂的旅遊觀光 讓大家都來喔 可是呢 這個單單這個水上樂園呢 花就花費了5億的人民幣 那個滑水道 說有多豪華就有多豪華 可是現在呢 很大的一個麻煩是 就晾在那邊 就晾在那邊 那我問各位 晾在那邊怎麼賺錢呢 所以簡單的說 房子也爛圍 所謂的高架鐵道也爛圍 然後呢 整個遊樂場也爛圍 好 為什麼那麼多人 找工具都找不到工作 訂單跑啦 這個外商走啦 台商跑了 現在呢 跑不了的怎麼辦 有一個很慘的案例集約 最近呢 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 真的是蠻辛苦的 所以呢 很多的逃跑潮出來 但是有些人逃不掉就算了 逃不掉呢 他還被吃乾媽淨 幾乎是血本無歸 怎麼說呢 有一個台商呢 叫陳玉珊 那這個 他在很罕見的 在抖音上面居然是實名制的 去控訴他 受到不公 而且這個還好 當時我看到之後呢 馬上把它存下來了 果然沒有多久 不到幾天 現在那個抖音連結了 已經就是404了 404就是找不到了 被封掉 好 那這個影片講什麼 這事情我研究完之後發現 哇 看完這 細思極恐 這個陳玉珊先生 他2011年呢 跟當淮 算是淮南市的當地那邊呢 跟當地一個姓孔 叫孔令犬 然後合資 成立一個叫天沃公司 他們要開發什麼 開發一個住宅樓 就是那種開發居民小區呢 讓大家來 剔除賣房子 蓋多少呢 蓋了134套房 那 弄土地蓋樓來賣 好 這是很賺錢 對不對 好 那他呢 就是把錢投進去之後 合作成立的天沃 置業 這個 整個樓盤開始蓋了 也投很多錢 蓋房子嘛 發現要去借錢 跟銀行貸款 OK 一開始都很正常 蓋啊蓋啊蓋 這陳玉三 他就覺得不太對 怎麼奇怪了 這個公司呢 怎麼突然多了很多 皇清國企 哇 這個孔令犬 他把什麼 把他的什麼弟弟 把他的就是 舅舅孫 舅舅的孫子 舅舅的孫女 朋友的女兒 全部通通 怎麼通通整個公司 通通他們家的人 好 他越講越奇怪 後來發現 怎麼突然間 公司的現金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他覺得越來越怪的時候 他想要去查賬 發現整個公司 他完全失去空前 他是董事長喔 他發現怎麼 他想要調閱公司 所有證件 所有資料 他完全無法指揮 他覺得怪了 開始想要查了 一查發現 他想要去經營公司 他突然發現有一天 他被踢出公司 發現公司呢 整個都已經不是他的了 最後他只要提告 好 提告發現完蛋了 這間公司原來 他整個調查完之後 他覺得很恐怖 第一個 他這公司居然背負了巨額的貸款 他公司的現金呢 還掉很多錢之外 他134套房 134套房居然是被這個 他合作方的這個孔令權呢 他用假債權 什麼假債權 就是他妥同另外一個做高利貸的說呢 他呢 這個公司跟他借了多少錢 說134套房呢 被抵押給了這個高利貸公司 整個房子被收走 然後公司原本現金呢 備用什麼 備用福報的工程款 然後備用什麼 福報的一些費用呢 全部錢慢慢被無鬼搬運 公司現金沒了 房產被人家 另外一個公司呢 被收走了 全部沒之後 他要告 他去告嘛對不對 好OK 當地是有法律的啊 中國大陸不是說 他們是依法行政嗎 OK好 去告了之後發現 一告下去 完蛋了 才發現說 這個告的過程 也是一場大惡夢 為什麼呢 因為他發現 從 他提出所有證據 有說他尾科 公司大小印章 他呢 他做假債權 把公司的資產呢 假債權呢 被別人收走 然後整個公司 被無鬼搬運搬空 這些呢 所有證據呢 他當地的公安 地方公安局 不受理 然後 到市的公安局 公安分局不受理 公安局不受理 好 不受理之後 他去法院告 第一庭法院告也輸 第二庭法院告也輸 他就真的就 東問西問 拜託人家去查 發現 哇 原來什麼 原來這個孔令權 他的哥哥 是什麼 他哥孔令行 是副市長 所以呢 所有的 整個司法系統 他們家的 所有警察系統 他們家的 所有東西 他完全告不動 那他呢 甚至呢 對方還要 還威脅他 說呢 你要是讓我 你要是動到我的話呢 我要是死的話呢 整個淮南的官場 會全部大地震 意思是什麼 他呢 整個 求援 裁判 求證 旁證 都是我 你拿什麼 跟我鬥 他最後走投無路 怎麼辦 火大氣道 發抖音 錄視頻 控訴 投書媒體 結果呢 投書媒體 發抖音 抖音發出來 有看到 出來之後呢 結果沒多久 這個抖音被下架了 所以這個就知道說 哇 他這整個 算是投訴無門 最後呢 他是慘敗收場 因為他到現在為止 這個事情 還不能解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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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